由我国政府赞助财团法人资讯工业测进会推动的绿能推展合作计划 在与斐金科技大学合作四年之后 已经有丰硕的成果 那么祝南非代表陈中代表政府捐赠经费 鼓励这项计划的推动 也期许台湾的绿能科技可以前进非洲 为节能减碳尽奋心理 为了协助南非发展绿能产业 外交部资策会与南非北京科技大学合作推动校园绿能发展合作计划 连续四年来成果丰硕 为了让这项计划能持续进行 资策会特别赞助8万美元给校方 由驻南非代表陈中代为转正 启用了这个计划是第四个计划 那么这个四个计划呢 总的来说就是应用我们已经发展的这个太阳能的科技 LED灯还有我们这个Triple R支撑会所发展的这个节能审电系统 智慧电网系统 整个家庭结合 那么这个能够在TUT在这个大学里面呢 作为一个模范 那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科技呢进行科技进行移转 那么进而能够推广到整个南非 让整个南非应用我们所发展的科技和我们的产品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北京科技大学及资策会的合作计划 包含使用台商生产的高效率太阳能板 资策会智慧能源管理系统技术 以及校园绿能设备示范计划 希望提升学校的使用能源效率 进而推展到非洲全国各地 当地的太阳能资源相对充沛 加上我国的技术指导与产品辅助 效果相得益彰 那在这个合作里面 我们双方都是把最好的一些好的技术 好的合作的精神拿出来 以至于说这四年不管是在室内LED灯 在太阳能的运用 与世间的互补的一些运用 还有就是在LED灯 在路灯方面 在校园装的路灯 那并且在室内也把这些 原来比较耗能的这些灯泡都来换掉 换掉之后这个节省的能源 可以达到差不多60% 甚至到80%的节省能源 那这样子的合作里面呢 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 只有我们中华民国政府来做一些这个经济 经济上面的财务上面的赞助 那我们制作会也在里面 也投入了一些新力还有财务 那TUT方面呢 他们也放了很多的人力物力 北京科技大学是于2004年 由三所科技大学合并成立 共分六大校区 有六万多名学生 目前是南非最大的科技大学 台湾对南非的太阳能市场前景看好 透过我国政府与校方的合作推广 节能减碳成效显著 对于在非洲执行绿能推广计划 有向前迈进一大步 台湾宏观电视苏展庆 南非约翰尼斯堡采访报导 约翰尼斯堡采访报导